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这个插文他代表了一个人对玄学宗教神秘文化还有陌生的领域 那么就有独特的这种领悟的能力和天赋 也可说对这些方面非常有领悟能力 也代表一个人在陌生的领域可以凭借自己独特的这种超强的领悟能力 能够快速适应陌生环境 无视自通最后却在成功 而且他也代表了一个人具有非常高的智慧 经过自己的研究学习 无视自通可以达到一定的高度 另外一个他的知觉力和灵感力特别强 比如一般人要感受外界的这种环境能力非常敏感非常强 比如说星星打仗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那么有没有危险是否安全 他用知觉灵感就可以感觉到 而且像这些掌握的人 对玄学尤其一经具有超强的这种天赋 那么在这上面经过研究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所以由这个插纹的人一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能够在某个领域获得非常高的声誉或者地位 能够取得某一个领域的比较独特的这种成就 所以这种人他的财运也是不错的 另外呢就是说他的名望也可以说呢能够达到一个呢 手能尊敬越来越好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看这个插纹呀如果出现在了那么感情线这块线中间 或者是呢在手掌心 这都是一个呢比较富贵的比较好的一个文献 证明了此人有独特的这种能力和魅力 能够呢受人尊敬 好今天呢我们这个掌握呀就分享到这里 那么有手相面相困惑的朋友欢迎呢分析交流 谢谢大家收看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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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